呃 满叔 您究竟達到什麼境界了 小羽 你就暫且將我當作一個散仙高手吧 宇宙天地 天道難去 有許多你想不到的千奇百怪 並非如那些修真書籍所說的 那麼循規蹈矩 所謂強者如雲 人外有人 很多修真界的奧秘 你以後會慢慢發現的 你手中那把玉劍 無論修仙者 修妖者 還是修魔者 都為之狂熱 甚至不惜拼死相爭 可是它最後還是到了你的手裡 究竟根源 並非是我幫了你 而是因為 得到它就是你的命 我可以去追尋仙父嗎 當然 不過 你既然想擁有這玉劍去追尋仙父 便也意味著要面對更大的考驗 在暴亂星海之南的騰龍大陸上 修仙者 修魔者 總派伶俐 散仙高手無數 個個都基於仙父 你必須對他們保持解體 除了散仙的威脅 你可能還要面對暴亂星海的複雜環境 暴亂星海的天地靈起異常狂暴 無數兇獸和散仙高手層出不穷 兇獸靈止極低 只修內丹不化人形 但窮無比強悍 有些甚至能與神獸品質 而那些在暴亂星海闖堂 脾氣古怪的散仙高手 要比騰龍大陸的修仙高手還要危險 有些甚至功力已經達到了十二級了 小羽啊 外在的困難隨著功法的提升 自然會迎刃而及 而內在的困難無論是何境界 卻始終有人無法跨越 重要的是你想成為什麼樣的人 蘭叔 敵龍一行人為多遇見修煉 不惜濫殺無辜 更信誓旦旦說這是修真界的常識 如此自私殘暴的行為 我不願接受 父親教導我 秦家男兒要堅守自己的信念 勿要問首畏畏 我相信 憑藉自身的努力踏實修煉 也一定能在這修真界 創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如此可叫 小羽 修真界之上還有所謂的仙界 眼光要放長遠 你所修功法極為特殊 只要持之以恆 恐怕連我都難以判定 你將來成就 如今你已有一把玉劍 不必心急 待九劍聚齊之時 先輔之路自會出現 新的一步 新的一步 就從這裡開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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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语 你选择的道路必定充满坎坷 你自然也会在这条道路上遇到无数的困难 即便如此 你也要始终怀抱出心 坚持走下去 努力修炼 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成为强大的修真者 遨游于宇宙天际 这周天星辰大阵 是我送给你的开阁之礼 不仅在阵内能聚集天地灵气 星辰光滑 阵外更有强力屏障 永不受外来打扰 这里新的名字就叫做星辰阁 星辰阁 大哥 我们终于有自己的地盘了 进来海底世纪的修妖者 都对咱们的星辰阁仰慕不已 我趁机招揽了不少厉害的伙伴 做得好 这位是 颜蕊是我在外闯荡时的相识 来历可靠 实力已是洞穴后起 是八位新护法中最强 首席可以由他来担任 护卫队通通交由他管理 看来小黑你在外也遇到了不少事啊 既然是你认定的人 我相信他 谢两位阁主 属下定当竭尽全力 既然护卫队已经有人管理了 这个总管一直交给庄中最合适不过了 谢阁主 属下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 没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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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自从建好了这星辰阁 啥声让俺都插不上手 还不如这个砸毛鸟儿管得多 俺这个二阁主一点存在感都没有 俺不服 飞飞 你实力是强 这次九杀电危机也多亏了你 不过论到处理星辰阁的事外 小黑还是比你细心多了 还是大哥了解我 我自小跟着大哥 我们之间的默契 不是你这个半路冒出来的猴子能比的 再有默契 杂毛鸟终究是杂毛鸟 真要有事 还是要靠本侯爷出手 我在这周天星辰大阵中修炼 已经到达原因后期了 你我实力相当 你不服 我们就来比试一下 嗯 三兄弟可真热闹啊 飞飞 蓝叔一直教导你 要修身养性 你要是控制不住脾气啊 蓝叔他可是会让你回住院的哦 别别别 俺错了 俺和小黑闹着玩的 小黑啊 既然你已经是三阁主了 就有点气魄 别和飞飞一般见识了 嗯 想去那里看看吗 嗯 这里的感觉很温馨 和星辰哥其他地方不一样 秦宇 是啊 你喜欢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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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比我童年生活的地方 要自在快活得多 我其实 是前隆大陆 恭喜 亲语道友 我等代表蓬莱仙玉 特来恭贺星辰阁开阁 我乃清须贯大长老颜旭这人 这位是紫阳门火田这人 这位是兰阳门敌风真人 多谢 此处当真是福帝呀 老朽都从未欣赏过 如星辰阁这般仙佳美景 就连远在腾龙大陆 我清须贯的本家都远不及这里呀 不像那些修妖者和修魔者 颜旭 你们修仙者 都习惯背地里说人坏话吗 紫燕魔狱一达 恭祝星辰阁开阁 颜魔门弟子 焦酒 音乐宫弟子 司徒写 一个无门无派的矛头小子竟能代表整个紫燕魔狱说话 看来修魔者真是后继无人了 诸位 多谢你们前来祝贺 那我也该敬下地主之仪 客位里面请 庄中 被酒席 是 是啊 大家都是来为秦宇歌主庆贺的 别把场面弄得这么难看嘛 进去一起喝两杯 来 秦宇歌主 咱们来喝一杯 光喝酒都没意思 秦宇兄弟 这位秦达兄弟有个外号叫紫发玉王 你猜猜他这外号是怎么来的 你要猜对了 我自罚三杯 既然秦达兄是紫燕魔狱的第一人 自然是玉王 他又是紫发 所以叫紫发玉王 这当初 焦酒司徒写 争夺紫燕魔狱第一人的位置 结果这个无门无派的秦达 直接抓了焦酒和司徒写 封了他们公历 关了他们整整三年后 义达才问他们 是否承认他是紫燕魔狱第一人 所以他被称为紫发玉王 好 青龙 你每次都拿我开帅 我不善和别人说废话 封了公历关上几年 单单是寂寞都会让人发狂 到时候我让他们干什么 他们就干什么 场面话就不必来来回回了 各位相聚于此的目的 想必都是相同的 我就直说了 还请各位把御剑借我一用 果然 你们是为了九剑仙赴来的 你